那么谈到贪腐,我们现在来看一个新闻 这是律师郑文龙说的 8月29,2011年8月29 郑文龙说蔡明忠给了国民党1500万 对于互邦金控创办人蔡万才说 他曾要捐款给马英九,但马英九不收 前总统陈水扁辩护律师郑文龙今天说 反批说,蔡万才的儿子 互邦金控董事长蔡明忠在法庭坦承 他曾捐给国民党1500万 但是郑文龙去查2008年 马英九跟国民党的政治现金收入 都没有看到这笔钱 马英九应该出面说清楚 郑文龙说,他觉得蔡万才是说假的 马英九不收,所以他们用 给国民党的方式去给 国民党的方式是什么 马英九还是有拿到钱啊 郑文龙说 但当他去调97年国民党 马英九的竞选收入时 却都没有看到这笔收入 所以马英九也没有申报这笔收入 这个以后啊,要不要查呢 马英九要不要说明呢 年王级呢 我不知道耶,再问马英九呢 我相信郑文龙律师敢这样讲,一定是蔡明忠 确实在法庭上有这样说 法庭,因为相伴是公开的 所以有录音录影,甚至还有文字记录 我希望郑律师也能拿出来 给大家看,不是你信口开合 我相信郑律师也不是这种人 这案很简单 一千五百万没有账 没有报政治献金 违反政治献金法那些事情 那些钱,罚钱了事 没有申报 但是既就我们突破一件事 马英九很清廉吗 他很清廉吗 光这个案子 你收人家一千五百万没有申报 我就觉得你根本不清廉 我甚至怀疑你有贪污的可能 有什么我这样说 富邦是并台北银行 对 当时是,不能叫做市长 那当中有一个市议院,现在做理会委员 在市议院结束的时候 罗到嘴巴勾死的会坑坡 说这个案绝对不可以让他过 结果现在点点 一句话都不敢讲 我不晓得什么原因 是有压力还是什么样我不知道 这代表什么 代表说这个案确实有问题 因为我们说过,我们在这里说过 富邦当时在估台北银行所有的不动产 试用好几十年前的限职 对,不合理嘛 任何人,而且别忘了 马鑫九这中间去吃了几次鱼翅 他自己说不清楚 所以富邦并台北银行 你如果说现在你扳二次金改 富邦并台北银行也是二次金改的一部分 为什么检查官 你查二次金改 就是不查富邦并台北银行 好,现在正我都检计了 他说,有了 蔡民宗在法庭上说收人1500万 那请问特征组要不要查 这个到底是贪污呢 还是违反政治现金法呢 还是有没有其他什么东西 而且我怀疑富邦这么大的银行 好像关清五吗 有这么好打发吗 捐1500耶 我不太相信只有捐1500 我怀疑还有别的捐款 对不 可是这个新闻 今天如果没这么 关清五万应该也缓缓 缓缓,因为公司最关一百 有 高人也没那么多 高人也没那么多 公司才一百而已 高人也没那么多 所以 关清五万这一定是没销 这一定是没销 所以马银行叫它没補 这绝对是没销 不是都依法行政 你会记得马银行总统 选举政治现金多少 6月1千 6月7千万 6月7千万 然后支出6月1千万 还结余6千万 那请问这1500万算在哪里 另外一个部分是 我觉得很有趣 今天郑文龙不出来说这个 马英九的形象是什么 好清廉 对 连蔡万财的钱都不收 你看多么清廉 还避嫌 可是今天郑文龙这一段话 刚刚突破马英九的假面骨 说这个人 的确说的是一套 做的是另外一套 我觉得马英九 可憐 秋意人没贪 对 靠手靠 李三分头 回去政参 太太离婚 对 一个收人15万 又没有保释 有人现在在做总统 没得再跟他说 这个人很清廉 其实我觉得宏宇 那个是 我觉得 马英九的清廉 他清不清廉 我不知道 但是他被过度彰显 他清廉的那一块 过去民主党被批评 他清廉是怎么 李远哲说他收人多少 10月 科技大老 2个10月 对 旁边说他什么 有两个人 说要做行政议 他一定有关6月 没有 各10月 总共有10月 柯建民又说 6月5月 对啊 所以他都不敢出来说 所以我觉得 马英九的清廉被过度标榜 过去民主党被批评 是被过度的污名化 那个目的是什么 那个目的是为凸显 马英九的清廉 你头上问 有什么的干扰 你如果用书法的角度去看 那时候 干扰病 跟相关这些人 那你永远看不懂 因为很简单一个道理 反贪污 第一个要抓什么 监察官第一个要抓什么 贪污所得在哪里 请问 邱毅仁这个案子 检察官你认为他贪污 请问他的贪污所得在哪里 你有搞的 你没办法交代 当时我觉得很简单 我讲一句话 就是用文革的方法 我就把你民进党 逗臭逗垮 我马英九就赢了嘛 你以为马英九 2008年靠什么赢 靠他真的靠 真的靠他那个 黄阿民靠633 不是 他是靠着把民进党 逗臭逗垮之后 凸显马英九 他有那一点点的好处 就被放大成100分 结果他当选了 现在好 我觉得 除了刚刚蔡委员讲的说 他如果这边 马英九这些案子 该查的要重查 我觉得 请问谁要还 陈水炳跟邱毅仁的公道 邱毅仁如果这个案子 最后三审定业 无罪 邱毅仁可以申请愿意赔偿 因为他可以赢50天 他可不可以去告检察官滥诉 我觉得 你要想办法 就还这些人的公道 不然 没有人敢替民进党做事 我问你还记得吗 是 马总统有一次 去政大附近吃早餐 对 我记得吃百二块 早餐 早餐 好 开法票 是 结果呢 人家就问了 你是不是要回去报国务基要费 他说他是记账 他不敢承认 那是要报国务基要费 他说 没有 总统他 都有习惯记账 好 百二块也习惯记账 千五万块 千五万块不记账 很奇怪 郑大哥 会要发票都是要报账 你要记账自己记就好 为什么要要发票呢 你知道对那种小吃店来讲 开张发票很麻烦 第二个 蔡万才说 马英九不收政治现金 我要请教蔡万才先生 到底他是嫌钱太少 还是他真的不收 这中间差别很大 你财券给我多少 不要收不要收 还是说 那个数目他不满意 第二个我要强调是 我们用双 不要用双重标准 单一标准就好 阿扁 刚刚徐老师讲得很好 现在阿扁 是因为龙坦购地案 被收 被关在台北监狱 龙坦购地案 说有对价关系 说 你那个不是政治现金 有对价关系 那我请教 如果假设 马英九真的收了富邦 一千五百万元 有没有对价关系 这不是假设 他在民众里华田跟你说 对啊 富邦台北银行和平案 当时请问是谁 谁在主导这个案子 谁当台北市长 那这有没有对价关系 不要用双重标准 用单一标准来看就好 这当然是有对价关系 很明显 如果阿扁这个龙坦案成立 马英九的案子成不成立 我再举一个例子 刚刚这个报道有讲说 这个是用给国民党的方式 去给马英九 即使用给国民党的方式 再转给马英九 也有记录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 我最近我的这个竞选伙伴 跟我讲说 我们今天终于收到一笔 民进党中央 转给我们的钱 大家很高兴 但我一看不对啊 什么民进党中央 才给我970块 那什么 你一个董 和一个好酸 你真照的好酸 970块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没有看穿做十万还是抗 没有啦 小数点我看得很紧 我本来想说97万 还是怎么样 没有啊 就970块 你知道为什么970块吗 为什么 因为有人捐给党中央 所以要指定给何博文 那中间转手 那个人捐多少你知道 他捐了1000块 黨中央黑狗扣30塊手續費 手續費要扣掉 所以你說這個東西有沒有記錄 有記錄 好 你就算是透過國民黨 給馬鞭九的競選經費 一樣要有記錄 所以這不是沒有記錄的 是 蔡明忠捐錢這件事情 很簡單就是馬鞭九要出來講 就是這樣 有沒有 請簡單 蔡明忠是在法庭上講 那個不能亂講的 法庭上講的